绝世强龙 第2267章 败北 刘金刚在笑 而且很嚣张 我们的援兵就快到了 傅荣华 你死定了 哪怕你把大圈帮卖了 投靠大公堂 也没有卵用 然而 傅荣华却是坐着动都没动 他眼神当中杀气弥漫 只想将刘金刚堕碎喂狗 七等闲同样也没动 外边的枪声忽然靠近了 变得激烈起来了 那反而证明 外面的战斗就快要结束了 刘金刚大声道你们现在弃暗投明 立刻投降还来得及 我可以念在 大家都是兄弟 而不亏待大家 放屁 刘金刚 你这个叛徒 今天我必须要砍死你 一个打在身上负伤 带着鲜血 但依旧强硬 根本不肯放下手里的砍刀 刘金刚冷笑连连 甚至把杀气十足的目光 落到了七等闲的身上 他很有野心 觉得凭借着那帮哥伦比亚来的职业战士 能够解决掉七等闲 西尔维亚也听到了外面的密集枪声 不由转头问道你似乎一点也不在意 很稳的样子 七等闲说道我当然问啊 就是不知道你怕不怕 担不担心 西尔维亚道你都不担心 我有什么好担心的 以有心算无心 如果这都输了 只能证明你是一头蠢驴 就在这个时候 西尔维亚的手机响了起来 他随手打开接通了 电话是丹子尔打来的 会长 我们已经拿下了夜南帮的大本营 现在正在派人手 攻打劫鹏帮派的大本营 丹子尔是来报喜的 蠢货 给你们这么多人手 这么多火力 花了这么多时间才打下一个来 还有脸跟我沾沾自喜 西尔维亚却是寒声说道 啊 会长 我错了 我这就去做事 马上把另外两家也打下来 丹子尔一惊 急忙说道 然后挂了电话 西尔维亚这才笑盈盈地将手机放到一旁 对于丹子尔所创造的战果 她是满意的 只不过 她依旧要装作不满意的样子 这样才好 把人的潜力压榨出来 其等闲不由咋了咋嘴 看到了吧 这就是西方资本世界长大的女人 真是太懂压榨了呀 傅荣华心里是打鼓的 但看到其等闲的态度之后 却又是放心的 一时之间 内心很矛盾就是了 她是真怕其等闲这丝坑死了大圈帮 义父 你可千万要保证我们赢啊 不然的话 我方天话几就掏出来了 傅济明颤颤巍巍地道 已是被这场面给吓到了 你掏出来干什么 其等闲不爽地看了她一眼 当然是削个苹果给义父和义母吃 傅济明善善地笑道 嘿 你小子还得了点齐云峰的真传 其等闲不由笑骂了一句 其等闲淡淡地看着吧 输不了的 刘金刚听着越来越靠近总部这边的枪声 已经得意到了极点 甚至开始喊话那些拼杀的最卖力的兄弟 说要为他们扎直 让他们当红棍 当堂口大帝 你不要动他 一会儿让傅荣华自己来收拾他 其等闲对着九亨说了一句 九亨本来觉得刘金刚过躁 就想冲过去给人家的脑袋拧下来 但听到齐等闲这么一说 也就只能忍了 忽然间 外面的枪声戛然而止 这突然的安静 也把这里正在火并的双方给吓了一跳 纷纷退开了两米远 隔空对峙了起来 查理这位CIA的大佬 也是好奇地抬起脖子来 看向了大门口 期待帕特里克领着军队进来 然后把这些人全部扫平 刘金刚狂笑起来 说道 你们都给我死吧 我的援军已到 再负于顽抗 统统乱枪扫死 哈哈哈哈 大门打开 一队人马突然出现在外 但全部都是东方面空 这让查理和刘金刚都是不由一正 其余跟着刘金刚一同反叛的堂口大底们也都是脸色发白 愣住了 骑兵领袖 冲击大圈帮总部的暴徒已经尽数扶诛 一队敌人正在往外突围 我不已进行追击 有什么吩咐 还请领袖示下 一个领队模样的人走了出来 双手一抬 高声说道 齐等贤点了点头 道 王武 你做得很好 带着兄弟们进来吧 控制住这里的场面 谁敢乱动的 直接打死 王武答应了一声 然后立刻安排兄弟们散开 控制住这里的场面 刘金刚的神情已经僵硬了 跟着他一同反叛的众人 也是如坐针毡 一个个面如死灰 进来的这批兄弟一下散开 手里端着枪 控制住各个妖道 避免被人逃脱 嚣张啊 你怎么不继续嚣张了 傅济明这个时候 也大笑起来 指着刘金刚就问 刘金刚看向查理 哆嗦到查理先生 这是怎么回事 查理脸色一变 沉声说道 什么怎么回事 我不知道 我只不过是受你邀请 而且好奇夺青大会 所以才来观赛的 这里发生的一切 都与我无关 我只是个观众而已 此话一出 就更是让刘金刚的心 往海里沉了 而查理内心当中也是震惊的 他很惊讶 为什么帕特里克 率领这么多精锐 还有另外三大帮派的枪手 最后却是一个 折几尘杀的结果 而其等闲 又是何时在这里埋伏了这么多的精锐 消息 是怎样走漏的 莫非 CIA里出现了叛徒 查理当然要撇清此事与自己的关系 所以 在发现计划失败之后 他根本不想再管流金刚 真是不好意思 让查理先生 这个外国人 看到我们华国人内斗的景象了 富荣华面无表情地说道 他冷冷一笑 狠狠拍了下桌子 倒想活命地 统统把武器放下来 否则的话 别怪我不念这些年的香火情 噼里啪啦 话音刚落 就是一阵武器落地的声音 无人不从 刘金刚想要阻止 都来不及 只能如丧考彼地看着这一幕 他双腿一软 跌坐在椅子上 浑身都跟着软了起来 谋划了这么久 而且背靠大水猴 更有CIA这样的顶级靠山 竟然还是失败了 他几乎不敢相信这个现实 齐等闲看了富荣华一眼 淡淡到富老大 这些叛徒 你就自己清理吧 我们大公堂可不参与 富荣华点了点头 说道多谢领袖出手相助 从今日起 你便是我大公堂的第三位理事了 齐等闲说道 酒哼咧嘴一笑 道好好好 队伍又扩大了 我这大理事也越来越大 第2268章 加法 大圈帮的总部当中 一位位鹤枪实弹的战士 已将场面控制 那些叛徒 正瑟瑟发抖 希尔维亚不由上下打亮了齐等闲两眼 然后笑道果然不愧是我看中的男人 真是厉害 绝不会败 齐等闲听到这夸赞 心里也是得意的 但他脸上并不表现 显得很是冷酷 把大公堂领袖的逼格 拿捏得死死的 不愧是义父 真乃卧龙在世 富荣明也是急忙攻为道 齐等闲微微点头 说道对付一个区区叛徒而已 这点算得了什么 他就算再厉害 也逃不出我的五指山 富荣华剑局面已经尽在掌握了 也是不由呵呵一笑 说道刘金刚 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刘金刚面如死灰 浑身都在抖 他想让查理帮他 可是查理却一副事不关己的态度 这让他内心绝望 可他也不敢将自己与查理的合作 全部抖落出来 不然的话 不单单是他 就连他那一家子 都得死个干干净净 CIA做事 一向够绝 而江湖中人 虽然也大多心狠手辣 但也讲规矩 有祸不及家人的潜规则 一般也不会有人去打破 这些都是我的主意 我野心太大 控制不住自己 刘金刚硬着头皮道 富荣华脸色冷漠 到我担任龙头以来 带你不薄 你为什么要烦我 刘金刚惨然一笑 哦 龙头这个位置好 就好像皇帝的位置一样 谁不想上去坐一坐 我说了 我就是控制不住自己的野心 所以才会这样 富荣华冷笑着到没想到你 还是一条汉子 你临死前有什么想说 能满足你的 我尽量满足 刘金刚深深吸了口气 到反叛一试 全都有我一人操控 与手底下的兄弟无关 龙头明鉴 还请放过无辜的兄弟 富荣华呵呵一笑 摇头道 这些东西 我自然会明辨 不用你多说 我不会错杀一个好人 也绝不会放过 一个叛徒 刘金刚直接把头捶了下来 说到祸不及家人 这个道理 龙头比我更明白 富荣华冷淡道 放心 我不会坏了这个规矩的 我会给你的家人留一笔钱 把他们送到欧罗巴去 让他们永远不要再回来 当然 如果他们不听 我也只能让他们下去陪你 刘金刚又有些不甘心地 看了查理一眼 而查理 已经是闭目养神的状态 根本不理会他 此时此刻 查理也是心乱如麻的状态 这一切 都是他策划和安排的 本以为天衣无缝 就算无法干掉其等闲 也能让大公堂颜面尽失 让整个华人社区 遭受一场大浩劫 从而使得大公堂 在华人同胞的面前 失去公信力 然而 这么缜密的计划 还是失败了 这甚至让他怀疑 内部当中出了什么内鬼 回去要好好彻查一下了 刘金刚从我这里运走的这批枪线 其中八成都出了问题 到底是怎么回事 查理心中暗想 他目光扫过其等闲 却发现这家伙正看着自己 两人目光碰撞之间 他内心当中 竟然不觉有些发寒 可笑 我竟然会怕他 我可是CIA的高层 还会怕一个江湖混混 查理暗骂了一声 傅荣华可不管查理那丰富的内心系 沉生到刘金刚上来领罪 刘金刚也怕家人被牵连 心中虽然有百般不甘 但也只能走上来 在最中央的位置跪下了 刑堂弟子何在 傅荣华又喝倒 立刻就有一排大圈帮弟子走了出来 手里皆是提着带血的砍刀 一个个身上杀气腾腾 算是大圈帮的精锐成员了 带到人手齐全后 傅荣华才对着查理笑道 查理先生 你是CIA的人 但这是我大圈帮的家世 CIA的权势再大 也管不到我们大圈帮来吧 查理看向傅荣华 冷淡到 我只是一个前来看戏的人 你们要做什么 与我有什么关系呢 你都说了 这是家世 傅荣华满意地点了点头 讥讽着说到查理先生 还真是一个民事里的人 真是难得的好官啊 说完这话之后 他伸手一指刘金刚 韩生道 双花红棍刘金刚 以下犯上 意图谋反 颠覆我大圈帮权柄 其恶劣行径 甚至导致我大圈帮兄弟手足相残 死伤数十 此罪 如何论处 刑堂弟子其声说道以家归 当乱刀斩死 傅荣华便韩生道 刑堂弟子听令 行家法 得龙头令 众位行堂弟子 其声音诺道 刘金刚面如死灰 跪在原地 只觉得眼前一黑 原来是一张巨大的黑布 从天而降 将自己笼罩住了 遮盖了一切视野 不等他过多想法 就感觉到胸膛一凉 那股凉意直插心窝 然后 他听到了刀锋撕裂肌肉 筋膜的声音 一股股热流 仿佛从某个缺口当中 喷涌而出 还没感觉到疼痛 浑身上下便都传来了类似的感觉 外面官里众人 只觉得浑身发寒 就见一众行堂弟子 站了一圈围拢刘金刚 手持砍刀 将那黑布之下的刘金刚 又砍又捅 只一眨眼 那黑布内的人 便已软倒下去 无数的鲜血从底下流淌出来 查理见着这一幕 不由狠狠握拳 他并非心痛刘金刚这个人 而是觉得自己的计划失败了 太过可惜 以后恐怕很难找到 这种千载难逢的机会了 不消片刻 刘金刚便已在黑布之下 被乱刀斩成了一团肉泥去 不过 好在是有黑布遮掩 那血腥的光景 也无人可以看清 希尔维亚刀太残忍了 傅济明刚想对义母分说两句 却听他倒不如为狮子划算 省了一顿肉钱 话到嘴边 直接又被小傅同学给咽下了 加法过后 傅荣华一拍桌案 高声说道 外人乱我兄弟者 必杀之 兄弟乱我兄弟者 必杀之 以后 再有人给外国人当走狗 就是这个下场 你们也看到了 当走狗 是绝对不会有好结果的 这句话 明显是在针对查理 但查理很能忍 一句话没说 甚至脸色都未变 其等线暗想着也不知道 把那群哥伦比亚的职业士兵 都给干掉末 生情也可以 那些毒销军阀很有钱的